思考的重點在哪裡 也就是說你只有願意思考 每一句話政府告訴你的任何的話 不管哪一個政黨告訴你的任何的話 你都願意過個腦子去思考一下 你就比較不容易被操弄 好 比如講 很多人喜歡講 支持什麼東西是台灣價值 支持台灣價值我們沒有反對 我沒有反對支持台灣價值 不然我非洲人 但是你這個台灣價值 是要放諸四海皆準啊 這樣的台灣價值才是我們要追求的嘛 哪有那個台灣價值 只能在台灣出去都不承認的 那這樣的台灣價值是我們要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也知道 就是說這個要追求一個價值 它本來就是日積月累 它有可能會失敗嘛 對不對 可是你不能不告訴我們是錯在哪裡 我跟你講我今天其實還準備了一本 這本我也 那個是我疫情的時候每天每天在看的 是哪一本啊 這本 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 而且是說2020年就出來的 但是他不知道過兩年疫情還沒結束啊 是可是你可是我從裡面我就 我那天在淺秋那邊講了一個理論 大概就從就是來就是這個 如果新冠新冠疫情是一場考試 那我們這張考卷答得怎麼樣 我覺得在淺秋的節目就是講這個事情 所以我還是用考試卷 考試來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有考過小考 就是那個SARS的時候我們考過 所以我們留下了經驗 我們有了考古題的經驗 我們知道怎麼答 那這次的新冠呢 現在都在對答案了 OK 就勇敢的面對對答案 你應該算分了 是就是對答案 那我們一定有做對 不然我們 你我今天不會活在這裡 可是我們又沒有做錯的 他肯定也有 那今天就是說對答案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承認 或者不能夠討論說 哪裡做對哪裡做錯 那不管是反對的語言或什麼 都沒有比較理性的語言 所以大家沒有辦法 在理性的這個層面上面討論 那我們在這個考試裡面 這張考卷裡面 答得最好的是我們的醫護人員 對不對 那因為他們的專業沒有放掉 台灣就是很可惜 其實很多人是 你不專業的人在說著專業的話 這才是讓我們害怕的地方嘛 對不對 那個比那個什麼隱匿的什麼 那個什麼網軍更恐怖 不遵守科學 才會讓一個國家覆滅 各位如果你今天 你用考試的這個 這張考卷 我們答完了差不多了 因為很多人都已經交卷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這張考卷 我們答得對的地方 我們記住 我們把它好好的在 在這個深化 我們答錯的地方 咱可以改嘛 你不能說 不能 所有錯的都不算 那這樣我們怎麼進步呢 這是人民要問的是這一題嘛 嗯 那你想想看 這次佛羅里達州的這個 呃 迪桑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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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非常高的票 嗯 贏對手 這個是太多太多了 嗯 超過百萬的 可是你看啊 他當時是說 佛羅里達不能強制人民戴口罩 嗯 不能強制人民打疫苗 嗯 可是呢 他 他認為那個是自由的一個一個 呈現 呈現 就是意志的呈現 他自己去打了三支疫苗 他沒有反對科學啊 對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 但我不能強迫你接受 對 他就說不能強迫 那這個是我們也可以借助一下 別人答這個考卷 嗯 的方法是什麼 答錯什麼 答對什麼 這是我們覺得 這才是對台灣有進步的地方 欸 我們對岸還沒考完呢 嗯 對 他們現在面對一個問題 如果長時間妖魔化一種 疫情的話 人民會恐懼啊 這個要怎麼樣子 轉過來是一個挑戰 那我們回到台灣來看 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封城這件事情 大家是不滿的 為什麼 大家覺得沒有道理嘛 嗯 對不對 極端封城造成了極端的悲劇 我告訴你 其實要發展一個屬於國家級的疫苗 本來就不是一觸可擊的事情 咱要發展 我支持發展 可是咱們做錯了 我們要承認 對 然後修改嘛 你不改 你不逼著他把三期其他做完 下次疫情再來 咱們怎麼辦呢 而且我們這樣講 其實美人姐說的沒錯 高端絕對是有潛力的 可是因為你壓苗助長 你什麼東西都要他快 什麼東西都掩護他 導致最後 這個我插嘴跟美一姐說明一下 高端最後是不是14名專家投票 然後14個全票通過 對吧 那可是你如果記得最早高端的EUA是21個專家 有三四個人是保持保留意見 所以後來才會達成 就是到最後這一年之內要重新 我們要重審EUA 可是你不覺得有點奇怪嗎 當年21個人為什麼後來變14人 而且又全票通過 其實我告訴你這本書裡面也有提到台灣 他是把台灣列為在2020年的時候 是列為前段班的 我們是前段班的 日經的那個COVID-19韌性指數 台灣曾經第二名第一名 我們有作對嘛 對不對 你不能因為他後面做錯 你就抹殺人家作對的 我覺得這個不公平 那但是你要知道 所有有效打擊新冠肺炎的國家 他第48頁講 是人民都高度信任政府 哎呀 只有公民信任的政府 才能有效維持繁重的封鎖工作 這才是今天 咱在你這節目特別要提的這個價值 如果人民不再信任政府 人民跟政府的信任 被這樣子的一點一滴的 這個好像拿那個叫什麼 拿那個木頭碟的有沒有 那個不知道叫什麼遊戲就抽那個 就是這個人民跟政府的這個信任 如果被一個一個這樣子抽掉的話 再一個疫情來咱們怎麼辦 沒有辦法 因為 所以要重新的 那怎麼樣可以有這個信任 就是公開的講 其實這是我覺得 執政黨不管是將來誰執政 真的不要怕公開講 叫疊疊樂 對不起 叫疊疊樂 我忘了 但我剛剛解釋一下 我剛剛跟美恩姐提的那個問題 我還沒有解答 去年7月高端通過EUA 當時有會專家21位 主席不參與投票 18人同意 三人通過15人有條件通過 一人補件在意 一人不同意 今年11月3號 為什麼14人一次同意呢 衛福部今天被質詢的時候 你知道答案是什麼 因為那些不同意的專家沒有來 所以就變成全部都是同意的人了 刺激吧 這個我不知道要怎麼講這件事情 這個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